Radar 雷達 英文傳稱是Radio Detection and Ranging 是透過發射無線電波和接收反射訊號去探測周圍的障礙物 而Radar就是光達 顧名思義它是Radar的光線版本 它是靠發出紅外線雷射和接收反光訊號去探測障礙物 雖然Radar的探測範圍只有幾百米左右 比起Radar以公里計短很多 但Radar的解像度起碼差幾百倍 根本形成不到3D數據點 所以在自動駕駛的應用 Radar這個選項就吸引很多 很多專家和很多自動車的project 包括Google母公司Alphabet 在亞利桑那州鳳凰城走的無人的士服務Remo 都認為Radar是全自動駕駛技術中必要的零件 而Elon Musk就對這個說法完全黑之而鼻 即使最新量產的Tesla Model Y依然沒有裝到Radar 但堅稱這部車在未來是有全自動駕駛的能力 到底見不見啊? 而IT9的觀點是 We must we trust 看完上星期的Tesla AI Day就知道 Tesla沒有Radar是不是吃光了? 哈哈哈哈 首先給大家一些Background information Tesla自2019年10月就有Smart Summon的功能 雖然在香港因為食股不化的雲吉而閹了 但在美國以及一何之隔的中國都用得到 Smart Summon可以令Tesla由泊車位自動滾過去車主身邊 當然有幾萬樣限制啦 例如只可以在私家路上用 要在露天受到GPS 走得超級慢 而且用的時候不可以離太遠 但的而且確算是無人駕駛的第一步 Smart Summon版本的算法是 利用車上8個CAM 各自獨立用AI模型去辨認路白和周圍的物件 然後合成一個3D的虛擬環境 但這樣出來的結果真的有點強差人意 原因是對很多很遠的景物一個Pixel的位置差異已經離天白像遠 還有每輛車每個CAM的安裝位置都有一點點不同 不用別人說都知道這樣做全自動介紹的話完全不行 Tesla的解決方法是訓練一個全新的AI模型 它配合這麼多CAM的2D圖像資料 才合成一個3D的虛擬環境結構 說起來就容易當做落當然有很多細節 連我都聽不明白Presentation說什麼 時間關係直接看出來的結果 根本就是天和地的差別 基本上已經可以在圖上開車 而且即使遇到超級長的貨蓋車 還跨幾個CAM的 利用多個CAM聯合演算 就可以準確計算得到它的位置 反觀LIDAR的Resolution和Refresh Rate 其實是遠低於CAM LIDAR看到什麼其實CAM都看到的 而且已經拍得很好 那你說LIDAR是不是多餘先 完 大家記得Comment、Like和Share Tesla做到這一步 就意識到用圖去做計算是不夠 例如在十字落口一架車擋著後面的話 就不知道後面有什麼 LIDAR在這些情況一樣 它不會有什麼神奇的偷視能力去看穿牆 而這個難題的解就是在算法裡加一些Memory 將之前見過的東西關聯起來 這樣即使有輛車擋著CAM 系統依然記得之前是有輛車在這個位置 甚至一個很繁忙的十字路口 對面街的行人 它的軌跡、速度 照樣都可以預判出力 而CAM、LIDAR、肉眼都會受到天雨的影響 就好像這條片一樣 原本的AI算法引到一批東西 所以Tesla之前是有靠RAIDAR輔助 因為無線電是可以穿過雨、雪和霧 但RAIDAR的突熱性很低 中落就發現經常會有false positive 例如一個汽水罐的粒面反射 就可能會令它誤判有一個龐大的障礙物 所以Tesla對RAIDAR真的又愛又恨 一直想避開它 而自2021年5月美國出廠的新Tesla 已經沒有再安裝RAIDAR 蛤?這樣也可以? 那到底怎樣做到的? Tesla跟其他做自動車的車廠不同的地方 在於它已經有幾十萬架車走著 只要在總部下一個query 當然不是seql 但也很structured 就可以從世界各地的Tesla收集這些看得不太清的影片 然後為了兩個超級電腦再訓練一次個AI模型 三個月 只是三個月就把AI的探測靈魂度提升到跟RAIDAR同樣的水平 再利用影子模式把新舊版本同時部署比較 經過一輪實備驗證之後 RAIDAR就正式退役了 所以Line不LIDAR真的是個假議題 Tesla今時今日已經可以令車適別到四周圍的環境 硬件成本方面更加沒得比 幾皮東西的LINEAR透露幾塊水的CAM比 而且還有多個雷射塔在裡面轉轉供 那就是會當人惹壞啦 而Elon Musk也預告了下一代的Hardware 4很可能會有新CAM 但他強調即使現在的Hardware 3 CAM的性能都是未用盡的 他有信心這一代的CAM和運算能力 足以做到全自動駕駛的畫 既然Linear是假議題 那什麼才是真議題 為什麼Tesla的FSD現在還沒出街呢 因為認得出周圍環境是一回事 規劃車怎樣走才是最難的一部分 不過不用怕 Tesla都已經有了方法去應付了 例如要在前面剪線轉左為例 系統會時刻模擬周圍每一輛車和物件 會採取的路徑和機會率 然後進行路徑規劃 計算出一條最佳的行動方案 包括要考慮到不要炒車 對呀 全世界開車都規定不可以炒車 還有要考慮成功率 行車舒適度等等 然後就可以照著劇本走 而路徑規劃不只是幫自己的車做 而還會為在場每一輛車都做 而這樣做是很重要 我們先看看以下這條窄路兩輛車相遇的片段 當第二輛車來的時候 就好像十二碼一樣只有兩個可能性 它一是讓一是不讓 AI將路徑規劃應用在那輛車上面 因為見它來得很快很急 所以AI估它是很高的機率 不會讓 剛巧自己旁邊又有空位 所以就計劃自己停在一邊等它過 但隨即又看到它扭在一邊 AI馬上感知到 計算出對方其實是主動揚緊 那就馬上改變主意 最後順利通過這段路 順帶一提 目前AI是不會在車上在線學習 所以每輛Tesla都會走同一套訓練好 和經過嚴謹驗證的AI模型 但Elon Musk表示遲下或者會增加一個功能 令車主可以選擇路徑規劃器的偏好 就好像坐Uber那樣 你跟司機說 現在港飛機不該駕快一點 2021年4月 NVIDIA就在GTC的Keynote提到 它們已經建構了一套Omniverse軟件 一個可以串聯各種3D鍵模軟件 例如Blender、Mire等等 再提供RTX實時渲染功能 當然可以用SDK和其他程式整合的軟件平台 其中一個用途就是令3D鍵模師、動畫師、 軟件工程師、AI工程師 在Omniverse上構造一個虛擬道路網 然後再將自動駕駛AI直接放在裡面運行 製造出一個叫DriveSim的駕駛模擬器 用raytracing呈現出非常逼爭的畫面 代替車鏡拍攝到的影像 這樣就可以在這個虛擬的環境 訓練AI模型和評估它的駕駛成能 心想是喔 Tesla即使有幾十萬部車在外面收集影片 但怎麽都不會快得過用電腦將不同的scenario快 難道Tesla的駕駛AI演進速度會被NVIDIA彎道超車? 雖然說黑貓白貓那輛車式都自己走都是好貓 但看完Tesla AI Day之後我就放心了 Tesla其實都有用模擬器去訓練它的AI 而景色真漂亮 如果不是有那麼多部警車走過 或者出現一部不應該存在的cybertruck 一時之間都難分鎮與假 Tesla同樣可以運用它手上的access 創造一堆不太可能遇到的場景給AI去訓練 例如放一隻馬過馬路 OK這就是了 放一堆人在公路上跑步 或者放它在停車場玩密室逃脫 除了景色的grunt truth要夠真 會是進去的virtrocam的video feed 也會模擬反光、散射、motion bird等等 不完美的光學現象 這樣訓練出來的AI 才可以在真車裡使用 很自然下一條問題就是 靠人手獨石仔做虛擬場景都很辛苦一下 演講中提到一天一個office 可以突出幾公里的模擬道路 聽起來好像很快 但始終是很好人手的事 有見及此 Tesla也已經開發出一套AI 用procedural generation的方式 自動生成無限的虛擬場景 而且更可以針對駕駛AI程式表現不好的場景 再生成更多類似的場景 這樣去做到reinforcement learning 令到AI學到爆為止 但虛擬構建的場景 這樣終歸和真野是有差異 這不是說景網絡不夠逼真 而是路段、交通情況等等 始終都是憑空想像出來 所以Tesla也製出終極武器大絕 就是利用真車錄低的片段 包括影像、傳感器、車速數據等等 重新構建出3D的虛擬場景 然後就可以針對它做debug 或者做千千萬萬次AI訓練和模擬 即是說Tesla可以收集真車 autopilot表現不好或者臨近意外的片段 再重新還原出一個3D場景 去改善它的駕駛AI模型 為什麼要花這麼多精力重模義氣 Elon Musk還提到一個重點 倘若然我們的車輛變得更好 避免的車輛變得更好 越多的車輛變得更好 所以我們的訓練設計會更小 所以我們必須要讓它們騎入測試 所以它就是 可以減少車輛的可能性 在車輛和車輛的可能性 你會有5m 旅程 你會減少20m per second 什麼行動會減少可能性 他這樣說似乎連電車難題都已經測試過 所以問自動車遇上電車難題要怎樣做 也是一個偽命題 其實是看我們怎樣去訓練AI模型 例如下了什麼Course Function下去 而不是說AI自己有意識 懂得自己思考 說不定遲早會好像路徑規劃編號一樣 會有個按鈕可以讓大家選擇要犧牲哪一個 大家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 選擇符合自己價值觀的Course Function 不妨在下面留言 如果有得選 你會怎樣選 至於做這麼多AI模型訓練和模擬 那不就要很多GPU 而今時今日要GPU要去哪裡找 不就是回去NVIDIA 所以說商場沒有永遠的敵人 Tesla今時今日有3個AI運算用的超級電腦 最大那個場有720個電腦截點 一共5760顆NVIDIA的A100晶片 一顆A100可以想像跟一塊RTX3090差不多性能 5760顆加上就有1.8個Exaforbs的運算速度 但Elon Musk有個金句 就是凡事都要從First Principle思考重新解構 這部東西當然不會滿足到他的胃口 所以他們決定從晶片到軟件整個Stack重新打一次 結果就是做了一顆D1晶片 跟A100一樣吃400V 但就有362TF的性能 比A100的312TF多 下一步就是把25顆D1晶片鋪在一起 上下加上供電和水冷的組件 組成一塊Chaining tile 整塊階磚有每秒36TB的Bandwidth 當然在這麼隆重的發佈會就不會只有3D套 而真的有成品可以拿上桌面 It's real Tesla計劃一條Rex放12塊Chaining tile 再將10條Rex配在一起 加上就有3000顆D1晶片 組成一部有1.1個Exaforbs的超級電腦Dojo 雖然現在由A100組成的有1.8個Exaforbs 但說的是要放90條Rex 換言之 同樣性能之下 Dojo只是佔五分之一這麼大 而同等電量Dojo是1.3倍快 同等性能只是A100的四分之一價錢 所以說商場也沒有永遠的朋友 眾所周知GPU性能最大的限制是供電和散熱 Elon Musk就說 Tesla has a lot of expertise in power electronics and in cooling So we took the power electronics expertise from the vehicle power train and the advanced cooling that we developed for the power electronics and for the vehicle and apply that to the super computer 利用Tesla做車的經驗 正好解決都做設計上的一大難題 And one more thing 既然在車上捨得自己動 Tesla下一步就會把AI放進人形機械人 當然現在畫面上跳舞那個是人扮的啦 Tesla Board的使用場景是做一些對人類有危險 重複性高或者無聊的工作 Elon Musk半開玩笑地說 機械人在硬件損材上都有限制 他的移動速度每小時只有5米 5公里 你能走過5米 所以萬一有什麼事 大家都可以逃走或者動手做下去 而自動駕駛模擬器部門的Elon Grove 在回答其中一條問題的時候 不小心走柳咀提到Tesla Board的曲名 Elon Musk就補充說 Optimus is the code name for the Tesla Bot Oops Optimus Sub-Ryan 可能因為沒有柯帕文那麼厲害 所以不是叫Optimus Prime 而是Optimus Sub-Prime Sub-Prime也是似給泰國的相關語 遲下會不會真的出可以變形的新車款 就要問Elon Musk才知道 無論怎樣都好 在這一刻 美國就有幾千個Tesla車主 用著Beta版的FSD全自動駕駛功能 還Like什麼打呢 人家懂得走禮已經 Youtube還有很多影片可以看 雖然今天的電腦可能只能應付99%的駕駛路段 還有1%的情況要人手介入 又或者如Elon Musk所說 若然有人穿著印有停止牌的衣服衝出來 It will stop I prove that 但看完整個已經說 Tesla藉著有自己的AI訓練道場 以及有幾十萬部行駛中的有路AI晶片 有整個垂直整合的優勢 我相信在99%後面 無論要多加多少條狗 都只是時間問題 尼牌說一句吧 記得 comment 按like 和share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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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 對 跟 對 跟 對